中国女团SNH48成员沈梦瑶 日前在公司举办的总选举中夺的第一 近日她在公司的安排下拍摄新剧 原先是见令人开心的事 但大尺度的剧情 却让她忍不住发文抱怨 沈梦瑶发文表示 压根没想到会是这样 压不敢来源于这些擦边的剧情 她表示被强行要演出被下药等剧情 令人非常不适 且对方平平安抚拍归拍 不会真的剪进去 更提到没想到保护我的人 居然是他们这些和我几乎没有太大关系的人 而提到下药剧情虽然什么也没拍 但我觉得影视剧就是让人幻想的 这方面的幻想我觉得我会有阴影 她透露自己是鼓起很大勇气 才打了这篇文维护自身权益 我不想播出去后给自己造成很大阴影 这种剧本居然是第一名的奖励 自理行间充满无奈 对此剧组也发布通告 强调会对不失情节进行删减 得到剧组证明回应 沈梦瑶也终于放心 感谢理解 谢谢一路支持着我的所有人